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如果问大家核战争发生过吗 估计地球人会不约而同的说 1945年 1945年8月6号 美军B-29空中堡垒轰炸机 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代号是小男孩的原子弹 当量大约15000吨TNT 三天以后又在长期投下了代号胖子的原子弹 当量约21000吨TNT 这是核武器温世以来 为二的两回被应用于实战 但这都不算是核战争 只能算是核霸凌 因为只有一方有核武器 另外一方毫无还手之力 只有挨打的分 那么在此之前 地球上发生过核战争吗 史前核战这个话题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但是近期的考古发现 终于带来了间接的印证 那么在继续今天的故事之前 请朋友们先动下手 订阅咱们文昭思绪飞扬频道 这样您以后就不会错过更多 我们精彩的故事了 古吉拉特邦是印度最西部的一个邦 面向阿拉伯海 印度的邦就相当于是省州一级的行程区 省里有一个城市叫德巴尔卡 它是印度七个最古老的宗教城市之一 在城市的海边有一座文明全印度的海神庙 这座城市的名字 我们待会儿还会再次提起 在省的另一头 有一个海湾叫坎贝海湾 2003年的一天 一艘测量船慢慢的驶出港口 进入了坎贝海湾 船上是印度国家海洋技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带队的人是巴德里纳亚南博士 老规矩 我们接下来就简称它为巴博士 巴博士和助手们一路都全神贯注地盯着 各种探测仪器的屏幕 当船开到离海岸线 大约9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 因为这个时候声纳显示 在水下40米的地方有东西 巴博士和助手们都很激动 立刻让在旁边已经待命的潜水员们 带着摄像设备跳入水中 当天的天气水门状况都良好 水下的能见度也不错 潜水员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很快就拍下了几组水下照片 照片显示 这是水下的一个大型建筑群 建筑群间隔均匀 一些建筑物还有有规则的台阶 建筑物在海床有很深的地基 在这群建筑当中还包括一个城堡 城堡自带排水系统 还有公共浴池 这分明就是一座巨大的水下古城 巴博士和团队们为这趟惊天的发现 激动不已 欢欣雀跃 巴博士的发现还真的不是纯粹的运气 而是暗图所记 怎么回事呢 我们慢慢到来 这趟发现之旅 源于一本印度的传奇诗歌 叫做《摩赫普罗多·马哈巴拉塔》 字面意思就是伟大的普罗多王后裔 摩赫梵文发音马哈是伟大的意思 它这个诗的名字很长 诗歌内容更长 是世界上第三长的诗 相当于古希腊河马史诗的上下两部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起来的十倍长 那有多长呢 如果一个人不吃不喝的念 得念两个星期才能把这首诗念完 顺带说一句 世界上第一长的诗歌 是藏民族的史诗萨格尔王传 对不起 是格萨尔王传 《摩赫普罗多》最早的抄写本 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 但是在此之前 它以代代吟唱的方式 已经流传很久远了 远早于佛教的诞生 它在印度的地位非同小可 情节环环相扣不说 因果论也在这部作品中体现无疑 摩赫普罗多讲的什么故事呢 他主要讲了一个大家族两派子孙 争夺王位的过程 他们在恒河平原 一个叫巨颅之野的地方 爆发了一场18天之久的 旷式大战 最后导致王朝覆灭 诗歌的内容很奇妙 像历史故事 但更像是神话传说 印度教中的三大主神之一 皮士奴 在诗歌里化身成一个叫黑天的男子 相当于剧本里的南四号或者五号 成了一方的王者 建立起了一座城市 叫黑天之城 也叫德巴尔卡城 和我们故事开头提到的那座海港城市 同名 黑天是异议 在梵文里 它的发音是克里希娜 克里希娜 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当中最重要的神奇之一 被一些印度教派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神 最早就是出现在 摩赫普罗多里 化身成人的黑天和男主结为好友 不停地为好友打胜仗出主意 战争结束以后 黑天却受到了诅咒 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人们认为 你作为神奇转生到人间 你怎么都得起好的表率作用吧 可是他非但没有阻止战争 还卷入了战争 于是黑天接受了人们的吐槽 选择自我放逐 最后死去 摩赫普罗多讲了王权争夺 但也体现了人性和哲学思考 那么思考哲学和生命的这部分 也就是诗歌的第六卷 后来被单独整理出来 成了印度教的经典之作 叫做《博家梵歌》 史诗从来都是战争神话和英雄的混合 那摩赫普罗多也不例外 被人们当成是南亚次大陆上 古人们的思绪飞扬 但是有人跳出来说 不对 这一切都是真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印度最受尊敬的考古学家之一 拉欧博士就拿出厚厚的一叠研究资料说 黑天之城我已经找到了 而且拉欧博士还给出了时间 公元前三千年 黑天城就在这里 德瓦尔卡 不过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德瓦尔卡 它应该是继承了之前更古老城市的名字 那个德瓦尔卡是在坎贝湾的海底 时间回到1960年代 拉欧博士在水下考古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种独特的陶器和一些古代钱币 他开始怀疑有水下城市的存在 持续不断的研究以后 有了惊人的发现 根据声纳探测 博士认为这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水下城市 摩赫普罗多里描写的黑天城非常壮观 而且规划清晰 城里有市场 有大的聚会场所 寺庙群 还有壮观的皇家园林 这些建筑被分割成六个大的区域 每个区域的外围 都有沙石筑起来的护墙 护墙的下半部分都是巨石 区域之间由精心设计的林荫道 和宽阔的公路相连接 从1988年开始 拉欧博士带着团队 开始仔细勘测这座水下城市 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2到4公里长的城墙 下层是巨大的沙石块 上层是小碎石 围墙内的建筑物都很高 平均高度在7至10米 相当于现代建筑物的3至4层楼的高度 即便是按照拉欧博士最初估计的时间下线 城市是公元前3000年的建筑成就 那距今也是5000年前 其建筑的辉煌程度也是令人难以置信 那会儿中国还皇帝站吃油呢 在那个时代 99%的民族都没有修建过超过两层的建筑 同一时代地表大约只有埃及大金字塔 比它更宏伟 拉欧博士在靠近海岸线的位置 发现了两处大规模的建筑群 建筑物之间有网状的道路 潜水员还打捞上来了黑天的石像 钱币还有其他物品 拉欧博士仔细研究了钱币上的明文符号 他得出的结论是 这些住在钱币上的文字 和摩赫普罗多上描述的细节几乎吻合 拉欧几乎十那九稳 这个水下城市就是传说中的黑天城 这个时候印度的国家物理研究所 也鉴定出了这些打捞上来的物品 有长达九千年的历史 拉欧很兴奋 就在他想更进一步的时候传来噩耗 没钱了 没钱这事对于科研项目来讲 就相当于是死刑判决书 项目只好搁浅 拉欧无可奈何 只得把自己手上有限的研究整理出版了 书名叫做德瓦尔卡的失落之城 直到千禧年之后 终于又有金主愿意资助这一带的水下考古 才出现了我们故事开头 巴博士得以继续拉欧的工作 巴博士粗略估计 探测到水下的建筑物面积 有半个曼哈顿岛那么大 也就是十平方公里出头 他把从水下建筑物里打捞上来的淘气碎片 送到英国牛津大学检测 结论是这些东西大约是距今 七千年到一万年前的物品 结果和拉欧博士当年的研究是很接近的 巴博士也和拉欧博士一样 高兴的手舞足蹈 只要继续下去就不丑武黑天城 不限山呢 可是水下考古尤其烧钱 需要大量技术设备的支持 如果要把这个区域的水下城 都探测清理出来 起码需要政府投入几千万美金 印度文化部把脑袋晃得跟波浪鼓是吧 不行不行不行 要钱的没有 于是巴博士面临了和拉欧博士 当年同样的窘境 工作刚取得进展 曙光已经展现 却没钱了 不得已又只好搁置了下来 就像河马史诗 近年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 证明是事实一样 巴博士和拉欧的发现 也证明了古老的摩赫普罗多 讲述了真实的历史 这座水下古城 不仅它的地点和特征 与摩赫普罗多里描写的黑天之城 德瓦尔卡非常吻合 而且它的确也是像诗中所说的那样 葬身水下的 摩赫普罗多里是这么说的 黑天死后海水陡然上涨 淹没了整个黑天之城 那它是什么时候葬身海底的呢 诗中没有讲 这类古老的史诗 通常都不会有明确纪年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位 海洋地质学家的研究成果 加拿大地质学家米勒 用电脑绘制出了两万年来印度西海岸线的变化 大家请看 这是12400年前的印度西海岸 这是8900年前的海岸线 这是7700年前的海岸线 而这是6900年前的海岸线 从这些图中可以看到 坎贝海湾里的这座水下之城 大概是在6900年前 被上升的海平面彻底淹没的 所以它覆灭的时间点大致就有了 就是距今大约7000年前 至于说这座城市 是像摩赫普罗多里所说的那样 一瞬间被洪水吞没的呢 还是被逐步上涨的海水慢慢淹掉的呢 目前还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如果摩赫普罗多里所说的黑天之城 被石正考古发现了 它实锤了 确实存在过 那么诗歌里描写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 也就完全可能是真实的 而不是思绪飞扬了 黑天之城被发现 是证实了摩赫普罗多的写实性 既然它是写实的 那么这件事情上可信 另外一件事情上 很可能也是可信的 于是也就成了远古核战 确实发生过的间接证据 那我们来看一下摩赫普罗多 是如何描写这场战争的 一个带着宇宙所有力量的弹丸 一个白质的烟柱和火焰 像一万个太阳一样明亮 这是一个未知的武器 一个铁雷 一个巨大的死亡信使 它将整个种族化为灰烬 那大家说这听起来像什么呀 生活在20世纪以前的人 那是一个都听不懂 可是活过1945年的人 以及在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 是个个一看就懂啊 1945年8月6号上午8点16分 小男孩在日本广岛爆炸 一团直径300米的火球 发出了耀眼的闪光 火球正下方的温度高达4000摄氏度 在它下方街道上行走的人们 在顷刻之间就变成了焦炭 或者灰飞烟灭 为什么这两者看起来如出一辙 这么相像呢 难道说是摩赫普罗多的英文翻译者 故意篡改了原文添油加醋 编造了这么一幅核战的场景 来增加玄奇吗 摩赫普罗多是在19世纪 被翻译成英文的 凭空虚构这场核战场景的可能性是零 19世纪的人是没有核战概念的 而且如果是移花接木的话呢 对照范文原文也很容易穿帮 所以这一段它真不是编的 它就是摩赫普罗多里所描写的战争场景 关于这场史前核战还有一个旁证 就是疑似有弹坑这种东西的存在 核爆能造成多大的弹坑呢 这要看核爆的当量和爆炸方式 小男孩原子弹是在广岛上空 1800英尺 就是接近600米的高度引爆的 它没有留下明显的弹坑 但是如果是同样的当量 大约15000吨TNT 这样的核弹在地表引爆 估计会造成一个直径50米 深20米的弹坑 如果是以钻地的方式引爆呢 一枚百万吨级的核弹造成的弹坑 可以与一个天然湖泊相当 那么在离梦买东北部400公里的地方 就有一个疑似弹坑的东西 这个奇怪的坑叫洛纳湖 从高空看 它就是一个圆溜溜的洞 开在玄武岩上 直径大约有1800米 深150米 开始地质学家们认为 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火山喷发口 但是后来在这个区域 既没有找到火山喷发的岩浆 也没有找到其他火山喷发物 所以它就不是一个火山口 科学家们就转变思维 既然这个洞它不是喷出来的 那就是砸进去的 认为这是一个陨石坑 或者是一颗彗星 把这片玄武岩砸出了一个窟窿 而且还有人计算出了彗星的入射轨道 是从东方射入 入射角度大约是35至40度 这个假设和洞周围岩石的破碎形状相当吻合 这是合理的解释之一 科学家们在坑里还找到了已经玻璃化的球状玄武岩 要让玄武岩变成这种状态 是需要1400至1600摄氏度的高温 高速撞击的陨石 在其撞击点能够达到这样的温度 另一种解释就是用一颗核弹 以同样角度击中这片玄武岩 能够确保达成这样的效果 广岛核爆的中心温度就有3000至4000摄氏度了 如果是氢弹这样的热核武器 它的中心温度能够达到上亿度 融化岩石轻而易举 但是这个疑似弹坑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如果时间线和摩合普罗多的故事 以及黑天之城水下考古的发现相吻合的话 就可以相互印证 就能够成为史诗中核爆故事的间接证据 最后让我们来飞扬一下思绪 巴博士和拉奥博士所发现的黑天之城 很可能是一个文明时代终结的佐证 7000多年前 黑天之城德瓦尔卡 这个印度文化中心城市 已经进入了暮年 摩合普罗多里的这场世纪混战 几乎把一切邻国都卷了进去 真可以说是一场史前的世界混战 最后战争突破了底线 势军力敌又杀红了眼的各方 都使用了核子武器 结果就是同归于尽 各国都相当残破 这个被核战蹂躏的文明时代 也就随之画上了句号 于是一个新的文明时代来临了 以西亚两颗流域和中亚为中心 向东西两颗方向延伸 东面是古印度和中原黄河流域 西面就是北非和希腊爱琴海地区 文明遍地开花 就是我们这一个文明时代 起初的样子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的话 就请定个月关个柱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连了个响 七千年前消逝的黑天之城 一万年前消逝的亚特兰蒂斯和亩大陆 从大西洋 印度洋到太平洋 都有陆地沉入海底 看来这场史迁河战 持续了很久啊 感谢观看